新型冠状病毒 7503例为轻中度病例 52例为重度病例 澳洲疫情动态 维州新增病例持续下降 过去24小时新增222例确诊 新增病例数为一个月来最低数字 同时今日维州新增17例死亡病例 目前维州死亡病例总数升至351例 值得注意的是 维州接受检测的人数与前一周相比减少了3万人 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 现在检测的标准非常宽泛 安德鲁斯强调 接受检测非常重要 与遵守限制令和宵禁令 以及要勤洗手和注意咳嗽规范等一样重要 据澳洲广播电视台透露 墨尔本Epping Gardens养老院 在疫情爆发高峰期间 曾迫切需要更多员工 但是请求没有得到回应 这个位于墨尔本北部郊区的养老院 是澳大利亚疫情最严重的养老机构 162名居民和工作人员被确诊感染 一些关键事物导致了该养老院爆发如此致命的疫情 其中包括检测结果延迟 在出现第一例确诊后 养老院花了6天时间才确认新冠病毒的传播程度 Epping Gardens所属公司Heritage Care的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里夫表示 养老院员工数量远远不够 而且在长到不合理的时间里 他们无法知道谁是阳性谁是阴性 文件还显示 联邦卫生部试图让养老院确诊患者 尽可能地继续住在养老院中 而不是送去医院治疗 自6月1日以来 维州已经有14个屠宰厂爆发出了疫情 出现了551例确诊病例 而作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工作场所 部分屠宰厂被指向临时供施压 要求他们故意违反政府的相关安全规定 工人被告知要么继续上班 要么就被炒鱿鱼 检测也不准去 当局正在调查一家名为Bartoke Small Goods肉厂的疫情爆发 至今该肉厂已出现了203例确诊 其中大部分越南临时工都被告知 就算前一天已经有两名同事确诊 他们也必须在7月17日上班 还不能去做检测 维州首席卫生官Brett Sutton此前也表示 一些雇主采取防疫安全措施太晚 导致大量员工确诊或隔离 另局消息 维州酒店检疫司法调查显示 维州目前几乎所有新冠病例都可以追溯到反奥旅客 多尔地研究所所长本豪登教授表示 基因组测序数据显示 截至7月底 维州超过99%的病例可以追溯到三个传播网络 豪登教授说 这三个网络有着相似的特征 最初的病例为反奥旅客之后在社区传播 第一个网络共有91例确诊病例 今年3月爆发 5月迅速蔓延 但是到了5月30日 该网络的病例已经消失 第二个网络是最大的 共有1075起连续感染病例 由5月份的反奥旅客引起 并导致另外17宗群聚感染 第三个网络有27个病例 与其相关的群聚感染 共确诊65例 由6月份的反奥旅客引起 7月引起社区传播 目光转向新州 新州今日仅新增三例确诊 两例为本地传播病例 另一例为海外归国者 与此同时 新州铁路 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称 如果新州政府不强制要求乘客 乘坐公共交通时戴口罩 工会在下周一和周二 组织48小时的罢工 另外 教育业工会对新州学校采取的新冠疫情规定 表示欢迎 称这些规定消除了混乱 有助于防止疫情爆发 目前 新州学校12年级的毕业舞会已被取消 体育与音乐活动也受到影响 西澳洲州长 麦高文今日表示 西澳洲将再次推迟第五阶段 接近的时间 在此之前 放宽限制措施的时间 已被多次推迟至8月29日 目前第五阶段将推迟两个月 暂定于10月24日星期六开始实施 不过麦高文同时表示 这个时间只是一个暂定的日期 同时西澳政府还宣布 今年的Port Royal Show将取消 麦高文表示 虽然西澳已经129天 无社区传播病例产生 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病毒有可能会潜伏在西澳洲 并像野火一样蔓延 我们的首席卫生官已经建议 要完全控制维州疫情 可能还需要两个月或更长的时间 所以在此之前 我们不应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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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